在古代的传说里 仙女丸是一轮 像月牙一样的湖 那么如果有人在戈壁中行走 快要干枯昏倒的时候 那你喝了她的河水呢 就会马上恢复体力的 所以很多木人转场的时候呢 会故意绕道仙女丸 来祈求好运 走的人多了 就逐渐走出一条 若隐若现的杨道 所以呢 在传说中啊 仙女丸就是代表了绝境逢生 带来好运的意思 啥好运啊 说了是传说了 这孩子咋一点都不浪漫呢 吃饱穿暖才会浪漫吗 干啥啊 好冷啊 回去吧 一会儿饿了 好不容易出来一趟 再走两步就到了嘛 太远了 真的 真的 休 我跟你说个声 咋了 刚刚就想跟你讲 妈吓着你 不要动作 别动作 你给你 你 你没事吧 我的饼干河 我的饼干河 干吗 我的饼干河 妈 我的水凉了 别进去水凉 快回来 你干吗 你别走啊 水凉 你干什么 干嘛呀 上去 不是洗粉 是小树枣 也不是小树枣 那是你爸 他要这么走了啊 我还没有想喝水凉 我还没有想喝水凉 我还没有 sab 我跟他抓过别人 你都好大胆 你都没了解他 你都没了解他